今天都有大家讨论 例如有专门接待内地来港旅客的零售店 只是给内地客有优惠 香港永久居民就没有优惠 如果修例之后 这可能是一个违法 因为要一视同仁 但如果一视同仁这个原则 我们可能不清楚 可能要多解释 如果套入港人港地 那又不一视同仁 会不会这些也会受到影响 这些也是某程度上是一些营商手法 如果你是旅客我给多些优惠 如何理解这个问题 我们看到的就是 例如你刚才说的例子 如果所有的旅客都有优惠 这可能是一个旅游的政策 或者是一个特别安排 希望吸引多些旅客 但如果他只是给内地旅客 而不是给其他旅客 这个是我们现时来看 有可能触犯到种族歧视 我们认为如果只是针对某些族群 有特殊的优惠 其他是没有的 是可能会触犯的 因为歧视我们的定义 就是给某些人较差的待遇 这是我们要比较敏感的地方 其实名字令大家都关心 比如以前我们说的 阿叉 现在不说 因为知道歧视这些不能说 所以就不用这些字了 大家今早讨论 昨天就说蝗虫很大机会会中招 譬如我说强国人 在中大会叫做NDS 即是内地生 接着以一个名字的用语 这些算不算呢 我想强国人应该就不是 是在赚他 但是有点反动 说不一样 当然 我相信我们有个言论自由 我们自己都知道 有些地方我们可以用得到 但是我们某些完全很直接的 例如会中伤的言语 我相信是比较要小心 我们认为在香港来说 想自己表达自己的意见 还有一个言论的自由 是一定要有的 这个我认为 也不应该是特别的刻意 是要定到门槛是太过低的